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早晨Steven 早晨Vivian 昨天A股方面狂升 因为习总发话 要支持将金融定性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内地股民都响应大举入市 昨天A股升了近6% 成家还突破万亿元人民币 创了三年来的新高 至于美股方面 都受着贸易战换和 还停火期延长 令到憧憬可以达成贸易协议 美股三大指数 星期一是全线报升 不过升幅不足1% 道指方面升0.23% 报26,091 标普500指数升0.12% 报2796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0.36% 报7554点 不过升得来 似乎很不合比 市场上有些说笑 也不知谁赢了贸易战 很明显是中国得益 占上风 不理是否有几个原因 去夹杂刺激A股上升 A股升了5.5%以上 上证为例 比股道指为首 升得0.2% 差不多比昨天说股 当然 回来 除了A股上证 A股应该有几个指数 都是 互芯300 全部都是5%以上 升幅 除了A股这么爆 这么反应剧烈之外 确实没有其他市场可以跟着 这种升幅 大家要留意 还有要更新大家 三大指数 微升的情况下 VIX波动指数 奇奇怪怪 升了9.9% 升了1.34% 去到14.85% 当然 还未是什么危机 高危的水平 但是 在升市的情况下 在VIX波动指数明显上升 确实是有些需要惯着 亦都这么说 开多一个 就以道指为例 大家可能都关心道指 看回隔夜 其实 虽然微升 但是是开上影线 任足的 所以 这些反映 本身高开已经是差的 因为如果要比起A股 什么都是差 还要高开之后 低走 所以这件事 我似乎 真的没有刺激性 和我说完这句道理 就是 信交都没有 如果你觉得 trade war 是完结了的话 A股 虽然是夸些 太夸 应该说 不是夸些 但是 成交到 即是反映到市场投资者的信心回来 升幅有 即是真心觉得炒上 但美股炒不上之余 成交亦都没有回来 所以大家自己去想想 究竟 这个消息 对于美股 是否真的不值得庆祝呢 是 不过至于 美股的成交额不是那么多 虽然昨天港股的成交额很多 但是都升不上 正如很多人涌着买的时候 其实都很多人在沽货 所以才不会追了价 如果你说到这个因素 我又想补充一句 因为昨天来看 就是在北上 互生股通 那个total 是流出了的 因为过去18天一直都是 留正流入 昨天虽然 overall只是轻微流出了 6.34千万 即6千万左右 过往几十亿 流出了6千万 但是呢 亦都是属于一个18天 连续流入以来 一个较为显著少少的 叫做扭转情况 是的 来到这个时候 港股和A股都已经开出了 恒指现在报28,853点 其实今天是高开12点 不过高开之后就低走 现在跌111点 没错 除了说指数之外 我就想轻轻用海优 来引多一个外围的话题 现在排17位的海优 现在暂时跌3个百分点 油价也跌 因为隔夜油价跌 特朗普 有时大家都明白 他一出一个tweet 大家都会移动 市场 之前他一直说自己 怎样赢 怎样赢 他买了好仓 未定 现在他说一件事 他说不定他买了淡仓 那样东西就是其油 他隔夜就发过贴文 说到油价现在过高 叫油组放松一点 因为市场不支持现在的高油价 一说之下 油价跌了近3个百分点过来 他说的说话也挺有效力 之前一次也是 每天就在Twitter说油价太高 要减价 就真的跌了 之前的跌浪 其实都是他一直有出声 没错 所以隔夜大家都看到 油价虽然不是很有力 本身在57.5附近 都顶着顶着 云行了三天 他一说一说之下 出显著少少的阴烛 同时看成交 下方红色棍棍 明显是增加的 即是有成交之下 令到油价下滑 影响的是有些什麽呢 影响当然三桶油 转头我们在这逐游看 第二就是究竟 会不会油价的这浪反弹呢 会不会有机会都会下跌 因为无论金、油、股 这些其实在过去这一段路 都很狠狠 会不会有机会 给一个借势回调呢 大家去留意清楚 其实三桶油 近期都有一个反弹市的时候 都有一个明显的落后 今天如果油价下跌 那么多的时候 会不会进一步 会有机会捱沽 游积管看看 海油今天就低开3% 继续维持 今天最低有到13.46 现在就13.48 另外386中石化 中石化跌1% 中海油 刚才3点多 386呢 中石化又如何 中石化跌1% 中海 8、5、7那些也是 即是说三桶油 分别都是介乎1至3个百分点 受拖累 不过 如果说到受拖累 或者股价表现不理想 现在看上去有一个特别标青 跌得最多的是水星 现在跌9.6% 报53.1毫半 有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水星昨天就罚了警警 9.7个百分点 最近正在大家热炒手机概念 打算出接屏幕 又说六个镜 又说今个星期世界通讯行业大会 忽然之间这样低害 其实昨天 水星已经开始升转跌 有一个阴烛 看到昨天 很似乎大家开始有估货的迹象 今天最新有一个水星的刑警 预计今年的首季盈利按年下跌65至75% 跌至2.8亿至3.9亿人民币之间 水星就说除了第一季 通常是比较弱的季度之外 都受到客户订单下跌影响 今天第一季的收入 就预计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 就说处于一个转型的阶段 产品组合和生产数量的减少 都会对第一季的毛利率和 淨利润带来不利的影响 如果盈利跌六成半至七成五 都挺多的 没错 盈利跌 我只可以说从优泰的数据 当然优泰比较对国内品牌的瑞星 大家都明知是屏盖 但苹果销路有多低迷 我想大家亦都很清楚 手机周期未到 但除了数字方面之外 我想管理层对于毛利率方面 都未必是可以有改善情况 这个其实都令到市场继续会有失望 这个亦都是过往瑞星股价持续低迷的原因 所以投资者自己去继续关注 当然了 暂时现在开出的时候是53元齐头 现在暂时52.9 即管有看是否因此 全都沉下来 当然了 低开高走会较为离上一点 但这件事未必做得到的时候 加上市场达到差不多 如果这一浪就在昨天之大乘交音烛 折一折龙的话 可能又再挨近50天线 48元都有机 是的 至于另一只手机概念股 2382信羽 今天仍未跌 刚才跌1% 现在复缩窄了 跌0.7% 跌0.7% 因为发行景就随升 但信羽的图表 其实都是从昨天开始现了阴烛 就升转跌了 有点拖累 同时间其实昨天真的 除了内险和一些犬伤之外 其余股份的表现不算很突出 有些还要出阴烛 顺便报了 一两只 1478 优泰 今早也是做得差 跌2个百分点同时 都是做之阴烛 这几天 Jason比较关注 通达 又再下3个百分点 698通达 留意股份方面 连弹4天之后 稍微再阴一阴 暂时在看前日的阳烛收市位 因为阳烛 十字升 然后阴烛 9毫4只比较关键 看到瑞星跌幅 今天刚刚又再旷阔了 去到12% 如果最近热炒手机概念股 如果有朋友进入了 这个时候是否需要走呢 如果今天 我也是说那句 正路 你看一下 多给点时间 一个多两个小时 看半日 基本上如果都是沽压大 就要走 如果你问我 这浪就不追手机股 但情况在于 如果你追了的话 你要见到数字不好 大市如果有回调的话 第一时间 资金都会沽这类股份 可以先看半日 因为有时 会过度反映了坏消息 对 先看看 没错 现在恒指跌61点 报28,908点 我们看看网上的问题 Jason说 他说到瑞星跌很多 Jason说 撩底机会 没错 猜到他说这句说话 你自己要留意 线位方面 十天二十天线 升穿五十天线 确实是有一个叫做 中短线的改善情况 不可以说它改善得很多 但记住 基本因素不配合 如果真心留底的话 我会说今天其实的裂口 低开之后再低走 其实令到整个图 都挺肉酸 变成了 如果现在去撩底 你当是玩二月份的震荡 二月份最低的时候 曾经在二月八日的时候 见过46元 我想46元 算的时候你止蚀 其余朋友 我就不建议撩底 Jason 永猛 从难度挑战 我只是给他一些建议 然后Monica就问了 6030 她说A股成交那么大 可否演价可否入 还有习大大的支持 或是支持金融产业 券商股最近都做好 现在有进去 可以吗 券商股近日都做好 不过当然了 除了市况强与弱 A股指数升还是跌 另一个主宰近日 券商股份上升 我相信都是跟MSCI加重 A股权重的情况 很可能在3月1日之前实现 这个因素会比较相关 所以你要看紧一点 究竟这个因素实现了之后 这些券商股份是否还可以继续炒呢 转身的要求要再快很多 现时才追忠信证券 虽然在整个版块里 我认为选择这一款 我觉得是选对的 但是自顾风险 我觉得真的有少少危 你看着吧 今天成交应该会继续 接着是N问1548 1548 今天已经升3% 现价是15.46 他没有说有没有货 如果现在进入 可以吗 如果没有货 如果现在进入 暂时看到股份都是大粒十字升 不过 重回过去 11月份的一个重要阻力 大概是14.7%左右的位置 升穿了 确实 现在进入 你可以看看大概16.7% 就是向上可能过3%左右 也有8%左右的阻力 你适用的话 就投机性拿去 以上说的全部 如果跟你说 什么买入 看什么位置 全部都是短线的操作 就绝对不是中长线操作 好 接着就问2318 平保 平保 平保有分拆上市 估计可以上网多少 现在升0.1% 报84.2% 平保 现在市传 平保里面 今年会分拆它里面的金融一涨通上市 集资额就缩到10亿美元 平保全分拆旗下公司上市 真的说了很多次 舊走 新平 但每次都是指纹楼梯响 究竟今次是否成功呢 我也不肯定 还有如果 当市市这么疯狂 股份也升到这些水平 81.6%的RSI的时候 你突然拿这些因素出来 去哄自己买 确实坐艇的风险偏高一点 所以我就会说 你说到年底的时候 才分拆的话 现在才是二月中后期 所以是否现在去炒呢 我就觉得有点点心急 还有去年已经传了 传了很多前 之前传到差不多 估计都变成红底 究竟有多少个是真的拆出来的 就是平安好医生 拆出来之后 表现有没有帮助到平保 首先平安好医生 自己都已经不停满 平保又遇上红市 所以我也是要说一句 你也是要跟上 牛市、红市 或者升市、跌市的规律去做 而不是在一些不对的时间 拿一些值得憧憬的因素出来 就算那些因素是真的 但是你现在拿出来 我恐慌你成为了害自己的一个因素 然后呢 Ning Joey Chan就问 2588 没有货的 什么价入你上呢 中银航空租赁 现价是69.4 升1% 股份方面 今天曾经滚过去20天线的位置 今天再上回 这一浪很明显 股价很明显 股价还在冲顶 但是 情况 奈何 就在 RSI方面 看看先 2588 因为这只不是2588 不如我们等到2月初的阳筑顶位 来看看有没有支持 我会参考66.3 或者 比如在66.3附近 因为较早之前 在1月底的这只阳筑 那个位置 是曾经做过一些重要的位置 后来再做了一只阳筑 都是在那些位置站到的 所以 等 不用急的 因为现在背池冲进去 都是找钱来浪费 但是等66.3附近 也尽管可以留意一下 Kalb就说 2号仔 你可不可以跌到88至90元 2号中电 其实现价和目标都很接近 现价是92.25元 今天跌1.6% 但都连续两天 阴足 都可以找个位置买 如果想着长渣收息 没错 连续两天 而且都挺急 那种跌势 目前现在 看回 我认为91附近 会开始比较吸引一点 91至92 最主要是较早之前 92至91 对 正正就是这个区间 刚刚低位92 高位92 低位91 高位92 来到这些位置 都会有几重仓 所以我会说 等下 还有都是那句 都加不是一炮过 所有这些股份 都是适宜分住去做 管理层方面都有说 派息会视乎表现 都希望维持派息增长 中电收益率有3.2% 行指方面 现在跌124点 报28834点 我们得中午11点45分 回来再和大家看中午的收市情况 到时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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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